另一个最新消息 我们带您关注重点的财经资讯 美国最新的经济数据是优喜参半 市场持续聚焦在重量级科技业公司财报 还有总统大选的发展 那么这也导致周二美股的走势出现了分歧 我们先带您看Google母工Safabet 在盘后公布了第三季财报 由于云端部门的收入强劲增长 营收跟获利都超出预期 所以推动股价在盘后交易一度大涨6% 而且也因为投资者期待 其他大型科技公司的财报陆续揭晓 希望这个盈利都能够继续推动纳指上涨 这也让纳指周二进阳超过了145点 创下收盘记录 包含标普500跟费半也都呈现上扬趋势 不过反观道琼指数表现不佳 收盘则是下跌了超过154点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